客廳我一坐下來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人在看這段時間 我就站起來跟我的注意說 你可以在盆口陪我嗎 拍攝《民雄鬼屋》的同時 果然也遇到很多恐怖的事 電影《民雄鬼屋》 將現場稱射 《原風不動》 搬到《民雄鬼屋實境體驗展覽》 主演楊敬華 蠻玉通 與劉瑋琛體驗過後 也感受到滿滿的恐怖氛圍 其實進去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毛毛的 對 幾乎是《原風不動》 裡面就是有我最害怕的 那個客廳的場景 我記得我有拍 剛開拍的前期的時候 我需要就是可能 到一塊比較安靜的地方 去稍微培養一些情緒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就是 戲裡面家裡的客廳 我不知道耶 不到就是30秒左右的時間 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不大對勁 就是那個不大對勁 我也說不上來 我也沒有看到行廳 我都沒有 只是覺得好像 有人在看著你 可是這是我以前 沒有遇過的 因為我可能屬於 比較低敏感型的人 有可能美術太強了 強到讓我覺得 可能有人在看著我 所以我就 不到30秒的時間 我就站起來 跟我的注意說 你可以在盆口陪我嗎 所以然後 我還是繼續留著 在那邊的原因是 因為通常正常人都會 馬上就離開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要 深呼吸就是 就是坐在那邊 因為剛好前幾天在拍的戲 都是比較 就是要有經歷很多 類似像恐怖的 看到啊 感受到的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坐在那邊 不過還好我知道有人在陪著我 所以就比較安心了一半這樣 景華真的太敬業 不過更恐怖的還在後頭 蔓宇童拍攝灣民雄鬼屋後 睡覺時竟然遇到 睡覺的時候 然後翻身的時候 然後看到有一個小寶寶 在我的床頭 身上有血 然後在尖叫 我覺得會不會是做夢 大家也都說我在做夢 可是我覺得 有一點 太真實了 那現在應該沒有了吧 現在沒有 因為我都沒有自己睡 不敢自己睡 不敢自己睡 那妳這樣子 不自己睡 媽媽陪睡到妳嫁人 就跟她說那個高一的時候 再回去 講好多藍是不是 好貼心喔 講好多藍 因為我很喜歡在道具裡面 走來走去 然後其實走久了會滿可怕 就是滿不舒服的 所以你有遇到過嗎 我自己本身還好 但現場就會滿多 小小的怪事情 像什麼怪事情 我有時候比如說側路 或什麼事情 有時候燈就會熄 但因為道場都在 所以就算滿安心的 那我自己是 對啦 但寧可興趣 我就是越來越 越拍才越來越害怕這樣子 看來對於鬼神 還是要抱著警衛之心 不過聽完演員的分享 也讓人更加期待電影的上映啦 完全樂綜合報導